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其实是说王光辉的儿子叫王威臣 现在是王光辉是王威臣的爸爸 好了 哇 这个球穿天 球也掉了 哇 大野到处了四四次的高费成功 一想到不简单 这会非常重要的参与成功 感谢中心中心球团 董事长 医队 教育品牌 还有现在在屏东打拼的一个队伍 因为他们的帮助下 让我在今年完整年 就可以超越我爸生涯 到处理 我们过去打职棒 不管到任何高雄台南 我想在她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听到动动动的声音 加油声 那么那几年也是我们台湾的棒球的这个职棒 非常的热闹 那么从小就抱着 我太太就抱着她到台南高雄台北这边自处的走动 那我想她在耳魔路栏当中就看到我们在打球 受到那么多的观众来爱戴 然后她我也想说她既然喜欢打球 那就买些球技啦棒子啦 捕手的手套啦 捕手的用具啦 让她去玩 她真的可能是玩到有兴趣 到了国小四五年级的时候 她说爸爸我想去打棒球 她说好 那就带她去一间就是 经过信念的学校来打球 我想说她可能就是玩票性而已 那么就如同刚才说的 那时候的职棒 如火如荼 大家都看职棒 后来打到国中高中 也玩出有兴趣了 到了高中又跑到古堡 到了大学就是浮人大学 我大概是从正式进入国小的棒球队的时候 就有感受到爸爸的压力 我在要打球的时候 她还在线上 她还在职棒悬 所以我满体会当时那种 爸爸是我冒会的压力 那时候有点怎么讲 有点害怕这个压力 但是她又不会消失 她都一直在 我觉得给我蛮算大的空间 她应该也知道说 如果我一直讲一直讲 会对于我 对我自己来讲 会受限很多东西 她应该也了解我个性 她不会一直来跟我讲 对我来说 她有时候看到的问题 不会我自己看不到 所以就会问她说 有没有什么小问题在 发生在我身上 那她稍微给我指点一下 我自己会去想 然后去面对这些问题 感谢老爸在适时的给我提醒 那一场的比赛是在新竹的比赛 那么臭小也刚好我在那边当教练 那么到了第八集之后 一三垒有人 那王卫成在一垒 那我也叫那个打击者 应该怎么打击 所以会比较好 那我叫王卫成说 要防止双杀 一定要滑垒 他说好 我记得这一句话 非常的记忆有心 然后好巧不巧 也打了那垒滚地球 那滑垒之后 然后就蹲在那边 结果五分钟十分钟还在那边 也第一位教练就说 惠总 那你现在可能要送到医院 那么后来我们到了医院 医院 那个瓶块一打开 我差点昏倒 因为他的脚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我每次想到 我不太愿意 其实我心中我不太愿意去回想 但是 就是他也是很严重 因为毕竟受伤后 开了总共开了三次了 对 因为 就是都断了 那 的确对我的生涯 有严重的落后 或者是太多的影响 包括他成绩 包括他心理 这些所有全部都影响到 那一年来讲 对他来讲的话 上课都要 上课都要 掉拿着拐杖啊 然后一年之后 因为他的骨头一合之后 还要再开一次 所以他那一年是蛮辛苦的啦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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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很痛 附近很痛 开玩套也痛 什么都痛啊 其实也是让我上来一课说 还是要靠自己 最后我还是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一个人 然后再往上爬 好像一个新手完全不会打棒球 重新来过 所以 所以 能到现在这样 其实 很感谢自己 然后再往上爬 所以 现在 什么 没 act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